多多 现在水温正好 你先洗吧 无视线殷勤 非奸极道 对上多多看穿了的眼神 男人得意地凑了过来 累了吧 我帮你 不用 现在可以确定了 这男人一定没编好屁 你别多想 卫夫就是想请你帮个忙而已 帮忙 帮什么忙 不急 等洗完澡再说 这货到底要我帮什么忙 竟然乖得跟个孙子似的 但很快他就知晓了 多多 可以了 什么可以了 多多 你最好了 你看我这段时间表现这么好 就赏我一次呗 滚 四日一早 沈北轩一出门 钱躲躲就起来了 简单的吃了点东西 又背着篓子进山了 一直忙活到快晌午的时候才回来 等沈北轩回来的时候 饭菜已经做好了 你说咱的房子现在还盖吗 如今边境那边更大 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打起 先不盖也成 那成 咱就往后拖一拖 就这么过了半个多月 空间里的卤野菜把所有的坛子装满了 再不去卖都没地方放了 四日一早 见男人出门赶忙背起了篓子 夫君 等等我 你也要去镇子吗 我去这半点东西 那不如我给你烧回来吧 沈北轩一脸担忧地望着他 如今 朵朵的身子都六个月了 他身边没人跟着 我实在是不放心 夫君放心 我没事的 等买完东西就去孙叔那等你 他笑眯眯地望着男人 不得不承认 这男人的眼神在前世渣男那里不曾有过 见朵朵执意要去 男人也没再说什么 坐着老孙头的车来到了镇子上 别走太久 早点在这等我 和男人一分开 就去了之前的那几家馆 哎呀 你咋才来呀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咸菜早都没有了 客人这两日不断地问 我都急死了 那正好 这次我带来的比较多 您看能留多少 你这有多少 我这篓子里只有两坛子 不过我家里还有 我可以回去给您再去一趟的 哦 那好 我要六坛 那成 这两坛先给您 我这就回家去去 紧接着又去了下一家铺子 也和这家一样 看他跟潘兴兴似的 同样扔下了两坛子咸菜 收完银子又去了下一家 就这么来来回回 二十六坛子野菜 就这么一次就销售得干干净净 看着手里的二十六两银子 简直不要太开心 跑去烧鸡店买了一只烧鸡 这才喜滋滋地去找老孙头 见男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钱朵朵喜滋滋地奔了过去 福吉 我买烧鸡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见男人眉头紧皱 你怎么了 先回家再说吧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 一回到家 钱朵朵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福吉 到底怎么了 朵朵 边境那边可能要打仗了 就这事啊 见朵朵还没意识到什么 沈北轩解释了起来 如今两家长得厉害 我打算再接几家铺子的伙计 这几日上午就不回来了 这样就可以在山里面 摆上一整天 不用跑回来做饭了 就这么又忙活了几天后 又背着篓子去了镇子 打算把空间里 办好的野菜卖掉 一来到镇子里 就问了那几家常去了酒楼 我这次就先留两坛子吧 老板 是我这野菜卖得不好吗 夫人有所不知 边境那边不太平 我这的客人少了不少 吃的自然也就不多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家酒楼生育不好 恐怕其他的酒楼也是一样的 果不其然 当他把其他家都跑完 所有的老板都是这么说的 不过好在每家酒馆 都或多或少的留了一两坛 也卖出去了32坛子 得了32两银子 开心的往家赶 还没有进村子 老远就瞧见了村口的广场上 占满了人 这是什么情况 李正 现在收粮食 那得减产不少啊 是啊 这加了一成的税粮 都够要命的了 这又提前收割 还让不让俺们活了 听得大家伙不满地发着牢骚 钱多多一脸猛逼地凑了过来 这是上头的决定 可别说我没告诉你们 半月之后交不上税粮 吃板子可别找我 孙神子 这是咋的了 哦 这不是吗 上头说 今年的税粮要多加一成 而且还要在半个月之内 就得交上去的 这预兆可不好 看来别关那边的形式 应该挺严峻的 要不然也不能提前 让百姓们收割粮食 他看着眼前 愤愤不平的乡亲们 眉头也皱了起来 正要转身离开 就瞧见了人群中的柳氏一夹子 一个个正得意地扬着脖子 那夹子怎么那么开心呢 乐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但很快就想明白了 因为沈北轩是秀才 是可以免税粮的 难怪那夹子那么得瑟 原来是这样啊 李正叔 我夫君是秀才 这是应该跟我们没关系吧 嗯 你们不用交的 双思是想起了什么 转头又看向了人群中的柳氏 柳婆子 老四已经跟你们分家 往后你们的税粮要正常交了 啥 我是说你们往后的税粮正常交 李正眉头皱了起来 人家老四都已经单分出去过了 还想免税粮 那不成 我儿子是秀才 我凭啥要交税粮 只是这话刚一说完 就遭到了全村人的白眼 柳婆子 人家老四都分出去过了 跟你家有啥关系 就是你把人家的地都给霸占了 还想免税粮 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 原本心里正带着气的乡亲们 这回子可找到了发泄口 集体冲着柳氏一夹子喷了起来 把柳氏气的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不过钱多多倒是挺开心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得意的看了一眼他们 对着篓子回家